夏天是属于蒙娜丽莎的舞台 因为它在夏季表现真的没有谁比它更优秀了 它不仅浓香 它的香味是堪比粉丽芝白丽芝一样的味道 花朵持久都还很夸张 在夏季都能达到一周以上甚至十来天的一个单花花期 甚至是在暴晒的一种情况之下 而且这个品种它欠晒 越晒越好看 越晒原色越优秀 温度超过40度了以后 你会发现它的整个长势完全不怎么受影响 其他花都已经打烟了 但凡不缺水它长势就很良好 而且它也是一个开花直系型 整个开了之后修剪一下 很快下一波又起来了 一直这样开花不尽端 有话就说它会不会不耐低温 其实它全国都适合 然后在低温环境之下 它的花开的就会像一个瘦桃一样 然后整个粉色的那种猪屯那种感觉 非常可爱 我记得在12月份的时候 它也有在开花 而且它的整个花的花量也很多 很大的一个花量 而长大了之后 它的整个枝条是比较直挺的 你看一下 整个颜色来说 如果你的光照弱了 它可能颜色会偏浅一些 快快的花园 实现你的花园梦想 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拜拜 by bwd6 by bwd6